嗨 大家好 最近以前最热门的新闻莫过于那个发生在英国的集装箱惨案了 也就是在24号的时候发现了在英国的一个集装箱内 一共有39名偷渡者遇难 当然在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 西方所有的媒体包括海外的一票的自媒体都认为这39名全部来自中国 是中国的公民 诸多海外的自媒体也借此机会充分的去发挥 那一会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具体是怎么来发挥的 当然最新的新闻的消息已经出来了 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就是这39个人的身份 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比如说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越南籍的公民 那好 首先呢 我们就来先来看一下英国的警方是怎么来说的 好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英国警方存心的说法吧 已经逮捕了四个人了 48岁的男人 已经逮捕了四个人了 一对38岁的夫妇和25岁的扩车司机 好的这边我们看到啊 这在进行检查以确定死亡原因 之前还会进行正式的 身份识别 那这现在已经改口了 之前一口是咬定呢 就是39人完全都是中国人 那现在呢 还要进行正式的身份识别 那现在呢 这就是英国警方最新的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具体新闻 好那这新闻当中呢 就是英国集装箱有39名遇难者或是越南人 绝别的短信已经曝光出来了 好那这个绝别短信曝光呢 是由一个越南那边的人权组织曝光的 包括这个女生的照片 以及女生的一个跟他母亲的一个短信 那这个女生呢是26岁的女子 名叫这个好像是四个字 有没有越南的华人可以帮忙翻译一下 好那这个呢就是他曝光出来的 最后跟他母亲发的短信 短信的主要内容大致呢 就是他说对不起妈妈 我出国之路没有成功 妈妈我非常爱你和爸爸 我快冻死了无法呼吸 那这个应该就是在23号晚上的时候 在集装箱里面最后发的短信 好我们看到这个短信的时间 是在2019年的10月23号的凌晨4点28分 我们注意到最后呢这边应该是他母亲收到这个短信之后 立刻给他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最后呢应该也没有接到 好的那这个呢就是他最新的一个新闻了 那可见呢就是在这39个人当中并不完全是中国人里面肯定是有越南人的 但这39人是否全部都是越南人呢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啊 好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英国的偷渡遇难事件最新的一个进展了 那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 某些海外的自媒体又要被打脸了 好那很多的观众其实非常健忘啊 他们看过很多的那种点评啦 或者新闻时事的评论之后 立刻就忘掉了 当然我是没有那么健忘了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当这个事情刚刚出来之后 这些海外的自媒体 他们在第一时间是如何来评价的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是今日点击 今日点击是石涛 涛哥看看怎么说的 这边他写到39名都是中国人啊 惨死在集装箱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当时 北二男人以谋杀罪嫌疑被扣查 而比利时也宣布介入了他 所以事情的真相并没有拿出来 事情的真相要等时间了 但是在我眼里你可以看到 他反映出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真正的社会反应 普通的中国人其实所有的大陆人可能占大多数有机会出国 他以任何的方式来逃离那个反应 包括头肚 包括头肚这个就是涛哥当时的说法 基本的基调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环境是不是人活的 然后所有的中国人只要能跑就全跑 这个就是他整个的基调 当然这个最新新闻出来了显然是被打脸了 那我们看到涛哥在最新消息出来之后 他立刻又做了一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这个就是他最新的一个视频 从这个题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已经得到消息是最新的一个进展 26岁的女孩给妈妈的遗言 对不起啊 什么快冻死了 我爱你和爸爸 然后华春莹了还有一些没有证认中国人等等 那整个这个题目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没有出现越南两个字 那也就是说你从这个视频当中 你根本看不出来是他这个视频 是对之前的视频的一个纠正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越南人 然后我之前说是中国人 然后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要逃离中国等等 那些是错误的 好吧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他具体说了些什么 对不起妈妈我的出国之路没有成功 妈妈非常爱你和爸爸 我快冻死了我无法呼吸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比较确定的消息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涛哥的表情啊 感觉是非常的震惊啊 震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最新的消息 跟他之前的一些论述和论证 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26岁的一个越南的女孩 他们应该是冻死了 那不知道文犯当时在这么设定的时候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因为冻死了太受不了钱 越南的三个死去的人 现在能够核实到三个死去的人 好这边他已经证实了 就是确实有三个是越南人 他们的家属都拿回了他们付的三万英镑 好这三万英镑确实还是蛮贵的啊 我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理解的就是说 一共是三万英镑要偷渡到英国 那你在英国要工作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三万英镑赚回来呢 英国大使馆 越南驻英国大使馆说也证实这个概念 河内的一个人权组织在推特上也发这个女孩的照片 一家人一直在寻求帮助他们家 还有两个家庭寻求有个类似的 那整个他这个表情呢和他整个这个论述的语气呢 早感觉就是很遗憾 却确认了这个是越南人而不是中国人 都是23号以来失去了联系 所以这些那这些人就能知道他们 应该能够知道他们是大概的统统是怎么走的 就这些家属 所以很显然随着时间后面的退役的 这三个越南的家属肯定能够可以能够看出一直保持联系 一直到他们死去 所以真相可能会很容易披露出来 好啊 在这个感觉涛哥有一点语无伦次了 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是说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说的那些之前 全部都是中国人那个论述是错误的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 胡锡进发的大概是 不是退了 一开始微博 他讲说责任者应该是英国 后面基本上他就是开始骂这个环球时报了 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 然后那篇文章呢 就是说为什么老是放上英国等等 那他就一谈到环球时报一谈到中国 就开始一股就是很开心的样子了啊 就开始不停的骂了 嗯 好那这个就是涛哥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位 好下一位我们看一下石头吧 石头当时是怎么说的 是西朝鲜 对吧 跟他比起来还是好一点 我们怎么知道北朝鲜好 他说中国是西朝鲜啊 嗯 我的希望是不是就是说北朝鲜 因为 嗯 当然这个对于人道主意来是很悲惨 但是 他的第一 他的那个第一个想法说会不会是北朝鲜人啊 这是他的说法 是39人 他当然也怀疑过这39人不全是中国人 或者只是中国人 然后呢 他怀疑是北朝鲜人 要证明了我们国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对不对 因为我肯定不会认识日本人 对不对 你任何人你也不会觉得这39个是日本人 嗯 你会觉得是南韩人吗 你不会的 对不对 你也觉得不可能是法人 你可能是一家内人吗 不可能 嗯 对不对 反正不是中国人就是北朝鲜的 越南人 对不对 要不是古巴 对吧 咱们人有种事不像 但是出这种事你想想想 不是中国要不是北朝鲜 要不是古巴 对不对 要么就是那些 难民 对不对 中东那些难民不是有一个小孩 他死了被那个冲胖水来 然后引发了这个欧洲 比如说开启民间难民嘛 对不对 要不你说你这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发生这种事 你说如果中东战乱 天天打上 对不对 民不得了 要么就北朝鲜 要么古巴也是民不得了 还好呢 中国 就是北朝鲜 然后中东战乱 然后中国 是不是现在是美国和越南的关系非常好 然后呢 或者是越南在某些领土方面 或者跟中国是有一定争议的 所以呢 你就想不到是越南 他想象不到啊 那最新的新闻出来 应该是已经打脸的了啊 对吧 我反正我不会认为是南韩 或者是日本 对吧 我不知道电视机上的观众状态 有谁会想 没有人不说这种人 是日本人 可能吗 没有人想可能吗 因为日本是什么状态 你是什么状态 你是什么状态 好吧 这个就是当时石头他的一些论述啊 就是说 他这个标题里面写的很清楚啊 就是39名中国公民 然后他的推测呢 就是说这39个人里面啊 除了中国以外 就是北朝鲜了 就是在黄种人里面 除了中国和北朝鲜 还有偷渡以外 其他可能有任何一个地区 或者国家会去偷渡啊 但是现在这个最新的新闻出来之后 当然也是打了他的脸咯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谁呢 好 下一个就是刘大胜啊 刘大胜呢 他也说39名中国人 冻死在英国车里 然后啊 共产党把骂共产党骂了一顿 然后呢 好 看到这边 他的观看数 已经达到了27000了 这个视频 也就是说 类似于这种题目的这种 风格的这种视频啊 就是他的收视率还是非常高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刘大胜 他说了什么呢 当时 共产党国家男的 他妈不是这料性 获吉三代 你妈爷爷是叛国的 你儿子别妈妈想那混的 哎呦 哎呦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连坐嘛 就是你爷爷是叛国 然后你直系亲属肯定就没好事了啊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刘大胜之前呢 他现在是在美国政治庇护啊 你说他就是一个叛国者 对中国来说是叛国者 那么他的直系亲属 比如说他的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因为之前他做过一期视频 就是关于他的母亲 还有他的这个父亲被这个 呃 好像被抓了啊 这个 那现在怎么样了 啊 刘大胜可以再出一个这视频 啊 就是应该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 这个都是有连坐的嘛 那他爸爸妈妈应该是 现在应该也是有牢狱之灾了 对吧 好 我建议他可以现在再出一期视频 来介绍一下啊 你爷爷是什么 你儿子玩 你爸爸玩 你爸爸妈妈什么公家机构啊 什么公家机构啊 包括中国的福建也是嘛 你们家里面有喝度的 他们为了一个投赌啊 没法困 九年代就投赌 为什么穷嘛 说白了 为了好儿子嘛 母爸也是嘛 功德也是嘛 哇哇 没法过嘛 在自己主动的土地上 没法过嘛 要那么好过的话 还没有被紧箱啊 还有冲死吗 在那个船上 夸提 过次到的时候 如果是集中枪放高了 直接赛死 赛死就是她海底下面去 好吧 基本他的这个主要基调呢 就是说中国混不下去了 有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偷渡等等 基本就是基调 然后他举了福建人的例子 然后我们看到他下面 有的人给他留言了 就是脸疼不有的确是被打脸了 现在然后还有就是说 请先生搞清楚 是不是中国人在说 否则到时候被打脸就很没面子了 我相信他们应该就是 不会再出一期视频 说自己被打脸了 或者怎么样 或者解释了 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做 还有说什么 人家还没调调出 哪国人就跳出来吐槽中国体制 蹭热度的傻嗨 人选馒头好吃吗 已经有很多的网友过来吐槽他了 就是在这个最新的消息出来之后 好 那这个就是刘大胜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 好 这位 这位就是有位叫公民老黑的 他也过来蹭这个热度了 中国式的移民悲剧 好 等等 他的这个观看也很高 就是一般这种黑中国的视频 抽出率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们这一类人 是不会错过这个新闻话题的 好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生活还没开始 生活还没开始 然后就死在半个月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的 这些人他就是中国人 哦 中国人 因为三个字非常大 日本人 台湾 这种黄酒人 那种面貌的人 他们不需要投赌了 因为他们的股票是很高的 他们想去哪就去哪 买了机票就死了 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断断 这就是中国人 这个脸打的疼吗 就是中国人还弄三个非常大的字 放在你的视频上 这个 这脸打的确实非常疼吧 对不对 所以黄酒人就除了日韩台以外 其他就没有了 你这个说台湾呢 台湾虽然没有偷渡啊 但是台湾目前怎么说 台湾目前有200万人 在中国大陆进行工作了 读书了等等 经商等等 非常非常多 当然他不是偷渡了 因为两岸是同胞 对不对 中国也有31项会台政策给到台湾 所以台湾 它的人口有2000多万 那有200多万人 在中国大陆常住 也就是说台湾目前 有十分之一的人口 还在你所谓的人间地狱 就是水深火热 活不下去的这种里面的人 纷纷要往外逃的中国大陆 这个就是你口中 所形容的中国大陆了 是不是非常的讽刺呢 北国有的工作机会还是比较多 第二个他们在医疗周固有医保 教育的也大多都是免费 买房也不存在这么大的压力 他们放不着偷渡去赚钱 他们互照本来就免费 对吧 所以说这基本上就是中国人 这就是中国式的悲剧 你要说这些中国人 中国人 这个就是我举了以上的几位海外的中文自媒体 他们在这个事前出来之后 也就是英国这个埃塞克斯郡 发生这个悲剧 出来之后的一些点评和评论 他们呢 无一例外的都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社会 黑了一下中国吧 就是把中国形容为一个人间地狱 就是里面的人都想往外跑 整个大致的基调都是这样子 我衷心的希望呢 上面这些自媒体呢 也会在这个最新的新闻出来之后 也在出一个视频吧 对自己之前的一些点评和论述做一个纠正 也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吧 好的 以上呢 这是这几位海外的中文自媒体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文昭吧 文昭呢 作为海外的这种中文自媒体的一个大V 应该他算领军人物了 看他是怎么表态的呢 他完全没有对这件事情发表评论 我们看到他最新的一期视频呢 就是说彭斯的一些事情啊 也没有提这个英国的这个事情 那从这件事情呢 我们宫廷的来说几句啊 就是说文昭呢 对于某一些还没有定论的事情 他一般不会发表评论啊 去年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一个新闻 不是说中国发生了一个政变吗 那很多很多海外的自媒体 都在评论这件事情 而且那个时候这个话题也非常非常的火爆 那当时呢 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那个时候文昭呢 就对这个事情 他进行了点评 但是没有跟绝大部分的评论一起走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新闻的消息不那么准确 也就是说中国发生政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当时他的基本论数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从去年的这个中国政变说啊 再到今年的这个最新的新闻 就是在英国发生的这个39人遇难的这个悲剧 可以看出来文昭的这个频道呢 他对于新闻时事的点评还是非常的谨慎的 这也是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海外中文自媒体的第一把交椅 他跟之前那些喜欢蹭热度的中文自媒体不一样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吧 当然文昭我之前也点评过他 就是文昭他对于很多事情得出来的结论实在是无法苟同啊 就比如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呢 他是评论一下香港和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区别 这个视频我也看过了 他主要的结论就是说加泰罗尼亚的整个这个抗争 他是不合理的 原因就在于他是要求独立 而这个呢 是跟西班牙的宪法是违背的 而香港的这个抗争呢 是合理的 因为他没有要去宣布独立 他只要求自由和民主 所以他的抗争是合理的 也是得到西方社会支持的一个原因 那这一点我就非常的不认同啊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抗争 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 他们都是想要去独立 但是他们之前也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香港和加泰罗尼亚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因为他们选择创征的手段 都是采用的暴力 这一点上他们是一样的 也包括现在的智力 那他们这些抗争者所选择的手段 都是在学习香港 都是在学习香港的蒙面 都是在学习香港的打砸抢 如果他们是不一样的话 为什么加泰罗尼亚那边也有人举着牌子 说要free香港呢 那为什么在香港这边像和润师之流 他们也要去支持加泰罗尼亚的抗争呢 如果他们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要互相支持呢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差不多也这样子了 那今天的视频 我主要给大家播放了一些海外的诸多自媒体 他们的一些应该算打脸视频吧 所以我现在也衷心的希望这些中文自媒体 他们可以再出一个视频 去纠正一下自己之前的论点和一些得出的结论 因为如果你的脸一直被打太多次的话 其实你这张脸也不在之前了 对不对 好吧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